大家好,我是团圆,2019年随着沙特的改革开放以来,其实很多人就认为沙特是下一个迪拜,那因为他刚刚改革开放有很多的机遇,今年的年初的话搜索量最大的也是沙特这个国家,那现在落地签和电子签过去的话就可以在那边待90天,所以呢团圆现在长期在迪拜了嘛,就一张机票我们去看看沙特有什么值得投资的吧,Let's go! 这就是沙特现在所有的高楼是这样,全都是狭隘楼,看到没有,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有巨大的商机在这里,但是现在入场的话会有一点太早,因为现在外国人不让买,现在是只有用公司持有土地,但现在的话其实就是有点擦边,到时候人家收割你的话很容易,现在沙特是属于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初期,所以这条的话都是皇室留下来,到时候全部要建设, TBD大高楼的,然后旁边的这些小小楼,应该是要推导重建,到时候会有开发商进场,开发商进场的话,我们这些散户就会比较建议去买,自己去囤地的话,我有点不太推荐,因为自己去买的话,我觉得会有风险,但是跟开发商就没有问题,近一年有非常多的中国的一些考察团来到利亚德这边,或者是吉达,来考察这边的贸易,所以投资的话现在来早了一点,因为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坑,也有很多的企业,因为这个改革 开放初期可以想象一下我们40年前的深圳,有风险和财富并存的,包括我昨天下飞机的时候,也有非常多硬巴的一些农民工来到这里,因为这个国家都是在走大基建的路线,它有很多新城要开发,但据我了解的是,有很多的大的公司先投进来,也是有很多血本无归的哦,所以有机遇,也有风险, 如果你是做大宗商品的,可以来这边考察,跟图运,相干的行业,建议你来沙特看一看,这边机会真的非常多,但如果是平时想要买房投资,就觉得你想买快递,坐等升值的,这种的话,对于沙特和迪拜相比的话,我比较推荐迪拜,为什么?因为我也是在买房的,因为我是也是想无脑去蹭这一波图运的,但是在这里的话,首先我觉得风险有一点大,如果你是非常钱非常多的话,你不在乎, 就想说买个彩票放在这里,我觉得是可以,在那个国王的中心这边,同一块地是没有问题的,但如果你是像,就普通人钱没有那么多,就是还是比较在乎这个投资回报率的话,我觉得还是,就迪拜会比较稳妥,就比较保险,因为它全球的买家都在那边,它非常的开放,也没有这么多宗教的痕迹,它已经变成了类似于美国的一个,就是很现代的一个国家, 所以为什么我们愿意花这么多钱,咋在迪拜,但是中东的话,我这边一收到外国人可以合法买房的时候,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,所以一定要关注童言,如果你想要来中东投资,想要考察中东,迪拜和沙特这边,关注童言,童言给你们第一时间的资讯哦。